在全球街头文化之都洛杉矶 比佛丽山下的潮台街上 顶级街头品牌Supreme隔壁 有一家潮鞋宣礼人人皆知的店铺 名叫Soul Stitch 3月18日 顾客在潮台店门口排队等待进店选购 然而 来自世界各地 每天在门口排队的顾客中 却少有人知道 他的老板是三个中国年轻人 街头文化的大使 也许听起来很疯狂 但我们的确在某种意义上 把自己看作街头文化的大使 我觉得这里也是中国和美国年轻人之间交流的一座桥梁 26岁的夏佳欢 站在人头攒动的店铺中 骄傲地告诉记者 这里有5000双球鞋 跨文化的交流 还有什么比分享激情更好呢 3月18日 顾客在潮台店内选购 当你成为一个球鞋爱好者 你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或者来自世界上其他什么地方 就不再重要了 夏佳欢的合伙人 29岁的张玉说 我们都喜欢篮球 喜欢街头音乐 所以 球鞋就成了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的共通语言 我只要看一眼他们穿的球鞋 我就会知道他们喜欢什么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作为流行文化的分支 发言于美国的街头文化 近年席卷全球 Supreme ARJORDN和Adidas Aboost 这些品牌在美国和中国都很流行 全球球鞋产业的规模 2018年已达600亿美元 2025年 预计将超过950亿美元 福布斯估算 仅二手抄鞋的年交易额 也已超过10亿美元 3月18日 夏佳欢在潮牌店内整理仓库 作为资深球鞋玩家 夏佳欢 张玉和王磊 2013年合伙开店 如今 他们已在加利福尼亚州 开了三家分店 纽约一家分店 北京分店将于5月开张 中国人很时尚 最开始很困难 必须用最大努力 去树立诚实的信誉 用最大努力去寻找稀有的真品 夏佳欢说 随著名气越来越大 这里成为了好莱坞明星 说唱歌手和湖人队球星经常光顾的地方 隔壁就是大名鼎鼎的Supreme 把店开在他旁边 因为我觉得这里如果有一家中国人开的潮台店 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会让美国人知道 中国人很时尚 Sustich洛杉矶店的经理 叫安赫尔科尔内货 西班牙裔美国人 他说 自己也是球鞋爱好者 很喜欢三位中国老板 我喜欢和他们共事 他们是老板 也是朋友 我们经常一起出去 聊的都是球鞋 正在店里购物的塔图姆说 三个中国年轻人开的这家店 这太疯狂了 太酷了 时尚就是要展现独一无二的自己 他们就是这样的人 而在夏佳欢看来 Sustich成功的秘诀 一方面源于分享中美年轻人共同喜爱的街头文化元素 另一方面原因是 他们更了解中美流行文化之间的差异 3月18日 夏佳欢站在潮牌店内的鞋墙前 就拿潮鞋来说 美国人更喜欢特别张扬的 而中国消费者更喜欢相对内敛的 夏佳欢说 我们了解两端的市场 了解两个国家 这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是直跟美国的品牌 我们很清楚美国的时尚潮流 我们也比任何竞争对手更理解中国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时尚是共通的 夏佳欢说 Sustich接下来的工作 除了开设快国界的移动端销售平台 还要把更多的中国时尚品牌介绍到美国 他身上穿的李宁如今就在美国潮人中颇受追捧 李宁二月在纽约时尚周上展示的2019秋冬时尚秀 受到广泛关注 球鞋文化是一样的 时尚是共通的 同时 销售时尚产品的商业模式 中国和美国也一样 还有合伙创业的文化 都一样 张玉说 美国买家也喜欢李宁酷酷的设计 这并不奇怪 只要有分享和交流 3月18日 顾客在潮台店内选购 这时 店里一个售高顾客用中文和张玉打起了招呼 你好 我从多伦多来 这是我第一次到洛杉矶 我刚去过上海 中国很棒 我是个时尚狂人 这里的东西太酷了 本文源自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阅读更多精彩资讯 请下载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httpapp.cyol.com